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我們Mr.Chang教英文的時間了 那麼在今天的這個節目當中呢 要跟各位介紹有關於不可數名詞的第二集 那麼在上一集我們講到不可數名詞呢 有提到這個所謂的可數跟不可數名詞之間的差別 那麼可數的部分呢又可分為單數可數複數 可數以及呢所謂的集合名詞 而不可數方面呢又可分為物質名詞 抽象名詞以及專有名詞等等 那麼之前大致的一個不同點的方向我們已經區分出來 那麼今天我們就將對不可數名詞在做深入的剖析 到底不可數名詞它是怎麼樣的一個特質 而它這個在如何的去運用去使用 那麼以及它有什麼特質 也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不可數名詞的第二集 當然這個影片如果對大家同學有幫助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訊息 好那麼現在我們開始來講一下 什麼叫不可數名詞呢 我們做一個深入的剖析 第一個定義 只不能直接計算的名詞 這非常重要不能直接計算 一定是沒有辦法計算 我們才會稱為是不可數 無法數 例如水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了 物質空氣抽象的美麗 還有我們所謂的專有名詞 特別是第一個字大寫的 像什麼馬力啊台北等等之類的 好那麼這第一個定義 第二個常見的不可數名詞 包括我們把它分成三大類 第一個物質名稱 這個最難處理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國一下的 這個所謂的不可數名詞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有關於食物方面 哪些食物是可數哪些食物不可數 非常重要 我們把不可數的食物呢 特別會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明 第二個叫三餐的名稱 不管早中晚 以及第三個運動 運動我們之前在說了 比如說像打籃球 我們叫Pray Basketball 而那個球呢 不是真的實體的球 是一種運動 所以這個時候 凡是Pray後面加上一個運動的話 不但不可以加這個冠詞 不定冠詞 也不可以加定冠詞 非常重要 好 那麼我們就這三項來講 第一個食物名稱 我們舉例子 比如說Pork 豬肉啦 Fish啦 魚肉啦 Cork 可樂啦 當然 這個所謂的流質性的東西 不可數 Bread 麵包 Beef 牛肉 Water 水 Rice 米 Milk 像米的話 它是非常非常多 像我們像Brain 下雨啦 也是非常非常多 多到我們很難去算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通常用所謂的 不可數名詞 列入所謂的不可數名詞 那麼 特別是像 Pork 豬肉 Fish 魚肉 或者Bread Beef 這個所謂的 我們前一集有講過 通常來講這種所謂的不規則形狀 比如說像漢堡 Hamburger Hamburger 它是一個圓形的 或者Sandwich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 非常 非常規則的 這個我們通常是可數 而這種所謂的 豬肉 魚肉等等 這些屬於不可數 因為它的外表規則 外表呈現不規則狀 不規則狀態 好 那當然米是很多啦 牛奶也是 不可數 第二個 三餐名稱當然就是Lunch Breakfast 以及Dinner 也是不可數 第三個運動 像Play Basketball Play Basketball Play Basketball Play Tennis 等等 都是屬於不可數的範圍 好 那麼第三點 我們來深入探討 不可數名詞的性質 它有哪些性質 那麼不可數名詞沒有 單數 這個我們講過 它不是單數 那麼當然它也不是負數 但是在文法上 一律視為單數 因為它的狀態跟單數比較雷同 但是我們說過了 它跟單數唯一不同是 單數前面還要加 不定貫詞 2N 但是呢 如果一旦是不可數名詞 則連 2N 貫詞也不可以加入 非常重要 好的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麼到底是這個不可數名詞 第二點喔 不能直接計算 因此不可以加 當然單數的話就不能加2 或N 好 所以說 這個 one bread 那當然也你說 欸不可以加罐子 那我可以加數字嗎 當然數字也不行 不管1 2 3 4 5 6都不行 所以one bread 這是一個錯的 a bread也錯的 就前面是空的 什麼都不可以加 就是 動詞後面就是直接加這個名詞 動詞 所以 I have bread 我吃了一些這個麵包apps 或者你可以加一個sum 那個 為了我們沒講到 有關於這個 這個 數量形容詞 sum 之類的 any之類的 好 那麼這個呢 one bread 錯 a bread也不對 那當然也不可以加 負數也不可以加s或es 單數不可以加en 複數不可以加s或es 比如說bread 你說很多麵包 這不對的 不可以 不僅前面不可以加 後面也不可以加 這個是 不可數名字的特質 好 那我們來一個議題 你喜歡牛奶 這個牛奶與水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例句是 你喜歡水或是牛奶 do you like water or milk 那當然這個兩個都屬於油脂的東西 前面都不可以加冠詞 也不可以加s do you like water or milk 好 那麼第四點呢 不可數名詞的計算方式 那麼它可以用什麼呢 來做一個計算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可以加上容器的名稱 比如說容器的水的話 我們通常叫一杯 所以一杯叫 a glass of a glass of water 這個容器名稱 或者加上單位名稱 好我們看第一個叫 一公噸的水 a ton of a ton of 這邊已經 這邊這個罐 這個計器詞一定要接 很多同學都漏掉那個of of 這個一定要接 a ton of a glass of 那個of一定要接出來 好 或者是兩公升的水 two liters 好 two liter呢 這個 複數 所以liter這個單位名詞呢 也要加s 別忘了後面有一個of 叫two liters of water 兩公升的水 a ton of 或者two liters of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這個地方 注意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同學經常在 選擇 或者寫題目的時候 很容易犯錯 比如說 two glasses 這個地方少一個of 這個應該是有of two glasses of 那麼叫兩杯水 前面是對了 單位名詞它有加es 當然這個of 當然這個of 你要補上 這個of一定要寫 那如果是 two glasses of water 還是不對 因為它的water 是不可以加s的 所以 two glasses of water 它還是錯 因為它在名詞的地方 加了s 非常重要 第二個 two glasses of water 兩杯的水 這個是對的 可是前面的單位呢 因為它是 two 所以單位是要加 是可以當成複數 是有複數的 單位是有複數 所以這個地方要加es 它又沒有加 但是這個沒有加是對的 所以這樣的話 整個還是錯 因為你在前面的地方 所以同學要注意 兩邊都要對 兩邊都要對 那我們看第三個 two glasses of water 好 water沒有加s glasses有加es 前面 數字為2 所以這個地方是對的 所以我們在講 兩杯的水 或三杯的水 一定要說 two glasses of water 或 three glasses of water 前面的單位 記得一定要加es 後面的不可數名字 絕對不可以加 這個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在考題的時候 很容易 一輸掉 一看前面 或者一看後面 前面沒看 後面沒看 選擇答案就不對了 特別注意 好 我們看一下 最後一個 我們講到常用的劑量食 就是我們經常在 考翻譯的時候 我們經常出現 或者考選擇題的時候 經常出現這個 所謂的 計量食 不可以沾光 這個 沾光禮帶 一定要放對 放對位置 所以第一碗 叫做above 很重要 前面要加冠詞 後面要加界隙詞 above 好 第二個 一半 a pound of a pound of a po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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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好 一瓶 a bottle of a bottle a bottle a bottle of a bottle of 一瓶 一瓶水 a bottle of water 好 一杯 好 注意這個杯有兩個 一個是熱飲 一個叫冷飲 熱飲的地方 像我們比如說喝熱茶 我們就說 a cup of a cup of a cup of 通常這個of 我們會唸輕音的 of 不會唸那麼重音的of a cup of a cup of a bottle a pot of a bottle of 直接連過去了 好 這特別水 再來是冷飲的話 我們就比如說 black tea 那種紅茶之類的 或juice 我們就 a glass of a glass of a glass of 好 一箱的話 那當然我們比如說 一箱巧克力 巧克力 或者是一箱的酥 等等之類的 或一盒的巧克力 一盒的糖果 candy 等等 我們就說 a box of a box of a box of 這個就直連音了 bass of gless of cub of but of pull of bottle 那麼這個叫做 這個所謂的 我們經常使用的 單位計量詞 因為你不可數的話 不可以直接加er 也不可以加m 所以他必須要透過所謂的 計量詞 來計算他的這個數量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 對不可數名詞 就是這個 進一步的剖析 當然不可數名詞 還有第三級 因為他還有這個進一步的 有關於這個 一些這個行動詞的一些用法 那最後呢 我們帶入所謂的 how much 去行 how much 多少 以及跟how many 做一個different區別 這個是整個我們一年級呢 在這次期中考非常重要的文法 所以這次的文法也是非常具有challenge 挑戰性的 非常困難 所以 那麼在準備月考也是要非常 這個這個這個用心的 非常 這個努力的 因為呢 第二次月考 是更加的困難 更加困難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不可數名詞的第二集呢 就為大家介紹到此 也希望 這整個影片呢 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那麼 也打期盼呢 大家別忘了 如果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別忘了 按讚訂閱分享 並隨時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以呢 隨時接收到我們最新的訊息 好謝謝 謝謝